你 喂 姐 回去没 要是再不回去 我跟你姐夫回家干人了 烦不烦你 一烦 你不要等到你婆婆上门跟你道歉 要是那样的话 你就会下不来台 就会太被动了 多大点事啊 干嘛非得弄得鸡飞狗跳的 你呢 先去跟雨鸣碰面 你们俩把问题解决之后 再一块儿回家 你们再去对付你婆婆 行不行 行 你烦不烦啊 别说了啊 过来 拜拜 我给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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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组了 我给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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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消息了 我给结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曹广志合作你就不知道留个新年了 你跟他合作 他要分你实实在在的股票 那就等于再跟你分公司 康颜那边给他一笔钱就够了 我要是曹广志我也会动着心思的 我知道 这就是你知道的结果 干吗去啊 找黄老大给你打官司 我用不着 你怎么用不着了 你想想我们这家怎么办啊 还那么多月供 还有你妈 你这没日没夜加班那么长时间 就算打水漂了 你能少数点吗 我有办法 我就说太少了 是你事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让我在和风面前出了一口气 可后来呢 我每天应酬也就忍了 我实在没办法喝点酒 还被你跟你妈说成那样我 知不知道人家马靖 现在都已经开始接金剑了 我每天还在那边看警方破合同 以前我一睁眼我想到工作 我还觉得有笨头 现在我连上班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去的我 觉得咱俩不一样了是吧 你觉得算有意思吗 以前我俩至少还有一个人 是有盼头的 现在结完婚 我觉得这日子 过得越来越不像我以前 我想要的了我 后悔了是吧 你以为究竟有牢骚是吗 我还有呢 我说给多少回了 我不想在你和我妈之间 抹在心里你呢 我每天除了劝就是劝就是劝 我每天回去 只有四五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我回了家 还得为你们俩人分这个心 我说怎么丢的 要不是你跟我妈丑下 我至于丢吗 我年下咱俩回公司 我至于丢吗 还有 我跟曹广之的事 我没理想那么蠢 我年下咱俩回公司 我至于丢吗 那部分数据是怎么回事 那组数据是加密的 那组数据是加密的 你解不开 之前这部分是王雨鸣负责的 曹总 我让一组赶工 这一部分他们应该很熟 你觉得我看不出来 他走了以后 A组的人是个个消极代工 发英雄铁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你别给我装架子 你觉得有用吗 现在整合的时间本来就少 A组的人又不配合 你们B组还要等A组的这部分数据 整合的时间来得及来不及 你觉得我没有判断 曹总 那我 B组你跟我什么都保证不了 出去 你叫我来 不会是就想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吧 看来 我高估了康颜的能力 我没明白跟康颜有什么关系 你是要跟我谈工作吗 我在交接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程序上是这样的 但你要知道 你在公司所做的一切 都是属于公司的 什么意思啊 回来上班嘛 按照合同走 之前怎么样 之后我们还怎么样 按照合同走 好 好像合同上写说 如果我翻了重大失误 你可以开除我 这么快你就忘了 咱俩也别绕里绕去的 把密码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呢 我丢的那部分数据在你那儿 按照合同上规定 如果我没有重大失误 你故意开除我 我可以告你 而且我还给索要赔偿 但我也想提醒你 你在公司所做的一切 都是属于公司的 如果你不给我 我也可以告你 你可以告我呀 你得跟法庭解释 你的那部分证据是怎么来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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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自从我跟 江亦凡结婚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我的日子会不好过了 可我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把你自己领患的情绪 影响到你工作上来 你也别废话了 你就告诉我 你是回来上班 还是现在把密码给我 这班 我肯定是不会回去上的 只为密码吧 你不是用康言的吗